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11月15號 三人留意到這一兩日,網上開始傳出有疑英港人被餅廠集體拖樑 更加說要去追究當中的香港中介人 看到那些餅廠、中介人還有網民在這裏說 是否老公駕巴士那個人 大家可能腦中都會浮現出某一個因 但是提醒大家這一則事件 暫時都處於傳聞階段 我見大家都是處於估計一下 實際內容比較少 再留意一兩日 所以今天就不會多說餅廠是否手足吃手足 今天是會和大家分享另一個移民案件 也挺刺激的 講到一個先套頭盔 三人眨眼看上去及所看到的東西 就不覺得別人有什麼立場與否 或者什麼政治立場 所以我們純粹當一個移民案件 今天這個移民案件的主角 我留意到他一年前有提及到自己三十一歲 女性來的 應該是一個因 一年前有提及到自己移民去英國兩年 即是說今年應該三十出頭的女生 單身 移民過了三年 他有提及到 可能很多人會拿著一些積蓄 過去英國買樓 而他就分享自己的買樓經歷 很慨嘆說到 在英國買樓買到他抑鬱崩潰 首先樓主說到他在看樓盤階段 才能去到 而他在出發之前 還要明確再一次去問一問經紀 confirm那天的行程 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樓主試過在英國看樓盤 結果那些經紀根本沒有出現 說多直接一點 放你飛機 但是儘管樓主這樣確認行程也好 拿了一個鐘過去 結果怎樣拍門 都沒有人認 心感不妙 而且當時還下雨 他打電話給地產經紀 而當時經紀又說 今天是沒有中介帶著他看樓 是賣家直接跟他見面 而之後經紀就打電話給賣家 於是樓主就在那裡淋著雨等了半小時 經紀之後才打電話回來 就說賣家不知道今天的見面 建議他下一次再來 樓主當時都不開心 反映 我來回一次兩個小時 單程一個小時 他就想爭取當日看到樓 不想下一次又浪費時間 最後搞到等了兩個小時 賣家才來到 之後看完樓盤 樓主的口頭出價也被賣家接受 之後就到找律師樓去處理法律程序 而樓主還特意找了該區最出名最大最多好評的律師樓 但想都想不到惡夢就開始了 由一開始交齊那些一開始的文件之後 樓主等了一個星期都沒有任何回音 他就打電話去詢問 但就發現了 律師樓電話完全沒有人聽 留言永遠沒有人回覆 之後再等一個星期之後 終於有一個類似是文書助理的人士 就跟樓主說 我去吹一下賣家那邊 是賣家那邊的文件還沒交齊 身份驗證好像還沒做好 然後又等了一個星期 又沒有回音 樓主又去吹啦 然後上次那個助理小姐姐又說她知道 你的案件是由一個L小姐去跟進的 她是一個高級事務律師來的 但是她正在放大價 我再幫你吹一下 當時樓主看到都非常不滿 為何將她的案件交給一個正在放大價的人去跟進呢 導致她口頭出嫁被接受之後 兩個禮拜完全沒有進展 之後去到第三個禮拜 這個L小姐回來啦 她應該接受啦 跟進她應該做的事啦 但是樓主就概嘆 覺得這個L小姐是非常不專業的 舉例說到她跟對家律師談判了一些條例 她就抽取了某一些條例給樓主看 還叫她看清楚 提醒樓主 不要只是看抽出來的條例 要了解背後整個法律條款才去同意 但是搞笑的是 但是搞笑的是 這個律師樓根本沒有把整個法律條款發給樓主 那樓主看什麼呢 之後樓主就發電郵 叫對方傳傳版本給她看清楚 如是者又等了兩三天 眾生說到這個律師是永遠找不到人的 電話啊留言啊永遠沒有人聽的 Email又不回覆的 樓主也提到 這間公司是有回覆客戶的時限條例的 即是幾多日幾多日之內回覆 但是這位L小姐很多時候都是延遲了的 剛才也說到樓主又等了兩三天 律師終於回覆她了 就說會發個完整版本給她 但是搞笑的是 她說完之後又是沒有發到的 理論上大家都如果有用過Email 那你發一個Email是可以有個附件的 那你那些法律文件就在一個附件上發給她 那又沒有的喔 沒有這些附件的喔 樓主就概嘆到了 一個高級事務律師 竟然犯這麼低級的錯誤 這種事情是初級民員都不應該犯的 那樓主再說到儘管擺明是對方犯錯了 她也是很客氣的問對方 她說你沒有發個附件給我喔 我看不到喔 這樣 免得把事件搞到僵了 如是者又等了兩三天 終於到她可以看完條款了 她對一些條款是有一些疑惑的 她就在Email上提出了一些疑問 但是啊 直到今時今日她當初提出的那些疑問 那個律師是從來沒有回覆過的 但是啦 以上那些都不是這個慘案的主要內容 因為啊 為什麼令到樓主崩潰呢 是現在才開始的 她就說到某一個星期二 那個律師就問她關於一些資金來源的資料 那樓主也是即晚回覆她的 之後呢 律師在星期五 才進一步問她 而且問得非常細節 那樓主就說 例如會問她 在2018年在香港的一些工作收入 跟銀行有些銀碼不同啊 那這裡數字的差距大概在港幣十萬八萬左右 那她就覺得這些很為難啊 其實很難記得這個數字又不是說屬於很大 可能真的有時候買東西支出了 或者有些細數不知哪裡進來 令到她也都難以回覆得到 那再講到 為什麼說令到樓主崩潰呢 剛才也有說 那個律師是星期二去問她資金來源的資料 而她都即晚回覆了 然後律師是拖到星期五的下午4點5十八分 即是是那個律師樓收工前兩分鐘去回覆樓主的 除了剛才所說的那些問題之外 那個律師還說 啊 賣家說如果這個交易 如果在下星期二不能夠完成的話 就會將樓盤重新放回市場 即是說不賣給樓主算了 樓主就蓋炭到當下她真的崩潰的 因為這種情況就是她的交易是一定沒有辦法完成的 她失去樓盤之餘 她又要付這些律師費的 那樓主在這個時候還提到 她之前租樓住的 她已經將原本租的樓是退了租的了 一心就打算進入新樓盤的了 所以在這段期間樓主是一直租Airbnb的 如果你說Airbnb短租就沒什麼問題 長租肯定是比較貴的 所以她就頂了兩個月Airbnb之後 都頂不住租金了 就去租那些sharehouse 但是你說這個sharehouse 她又說一下不開心的經歷 她租過sharehouse 說就說自己一間房 但其實是在廳裡放了一張單人床 她就是躺在廳裡 雖然廳是歸留住的 但是廳就沒得鎖門了 人家要進去就一定能進到 所以她只能盡量把行李封好擺好 這些都還好 因為你起碼入住之前 其實你也是知道的 但是之後就發現一些痴線的東西 她發現房東痴線的 她真的這麼說 她發現房東發神經痴線的 一開始都沒留意她會這樣 去到最後 整天在抱怨 電費很貴 這棟樓的支出很大 還逼樓主要去清潔廚房 清潔走廊 樓主就已經就著這個事件 和房東吵過無數次了 因為這些是公共空間 即是走廊、廚房這些 公共空間應該是房東去處理的 樓主都知道一些當地租樓的法律 所以她一開始都站硬 就說大不了報警處理 但是這個房東真是瘋狂的 她不讓樓主報警不止 還直接把她的行李扔出房子 樓主再說到 這個房東發起癲來的樣子很恐怖 一個大肥婆發癲 真是令到她痛不欲生 然後大家在這個時候回想一下 當樓主對著這個發癲的房東 然後看到那個高級事務律師 說這個交易即將告吹 還要放大價 你說她崩不崩潰 她真是崩潰 去到最後整件事怎樣完結呢 去到那個時候 樓主直接聯絡律師行的更加高層的人 她叫Team Leader 強調叫她們安排另一個律師來幫她處理這件事 之前是星期五 放工前兩分鐘發電郵給她 她一到星期一馬上打電話給律師行 找什麼人都好 立即要幫她處理這件事 她不想再拖下去 最終才安排另一個律師去幫她完成這件事件 幫她做了資金來源的審核 和雙方未達成的協議 但是還說到 眼見一切進展順利的時候 這個律師又將所有的程序 交給一開始的那位L小姐 因為L小姐放了大家 L小姐一接手之後 事件又停滯了 她就有舉例說到 L小姐提出一些疑問 例如要看一下賣家 或者樓盤 是不是有負債之類 樓主就慨嘆說到 之前那個幾月 這個L小姐好像完全沒有做過事情 然後放了假回來 回來之後又放假 又回來 就突然找了一大堆問題出來 樓主說到 正常普通人 事前真的完全不懂這些問題 因為這些都是律師才知道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要去到最後階段 L小姐才把這些問題搬出來呢 現在又令到交易又延遲了 再去到之後 不知道算是幸運不幸運 L小姐又說她要放大假了 真是神經病 所以案件又交回 之前接手過幫她的那個律師 就慨嘆到 可能是好事 最後這個交易都是由那個律師完成的 這位樓主最後總結說到 整件事件最大的壓力來源 就是遇到L小姐這種律師 覺得她非常不專業 之後另一個項目就是 其實整個過程當中 她是不斷收到對方賣家的訊息 就跟她說 什麼時候完成不了交易呢 就把樓盤重新放回市場那裡 也有說到她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臨時租屋的 要是選擇比較貴的Airbnb 要是選擇發神經的包租婆 這些都是壓力來源 也有說到 儘管最後幫手完成交易的那位律師 是幫到手 但是整個交易過程不停轉手 無可避免都會導致額外多一些交易延遲 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 也都再一次提到 一開始的地產經紀 預約看樓那裡 是否不負責任 是否做得不好呢 以上種種不同的方面 給到她很大壓力 說到那段時間都很抑鬱 當中有幾個時間點都真的崩潰 哭到收不到聲 當中還特別提到 時政當時是一個中秋節 中秋節期間 正正就是她收到 所謂L小姐高級律師 又說要放大價的訊息 她當時真的看著月亮傻了 這樣哭 自己有些慨嘆 大家看完這個案子 可能會想一下 好不幸運 單一案子 那些這麼差的律師 但是樓主最後調整一下 回復一下心情 還說到她自己都有 跟當地的一些英國朋友 去訴說她的買樓慘案 她的朋友都說 這一邊的事務律師 很多都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 一邊有錢一邊有樓 但最後就是買不到樓的 而最過癮的是嗎 而你也是需要給律師費的 你說過不過癮 整件事 今天這個移民個案的重點 就來到這裏 我看到這個案子 不禁令我想起 前一陣子 有一個都是移民去香港的 移民去英國的人士 在網上發文 那樣 當時那篇文章 都在香港報得很厲害 當中有一個重點 之前是比較少人提及的 就是她覺得當地人做事 甩漏很嚴重 不禁令這種情況 不禁令這種情況 之前那篇文章 還主要是說一些 基層工作職位 例如速遞等等 但是呢 今天這個案子 其實是展現得 淋漓盡致 由一開始的 那些 地產agent 不禁令 去到最後 是律師行 那些所謂高級事務律師 都這樣玩到 就這樣不禁令 你說是不是 將這件事 體現得 淋漓盡致 最後呢 你說的 凹頭盔也好 我自己覺得 就是提醒一下大家 我們看到一些 移民案件 就不要馬上要 假設人家一定是 那些黑暴手足 這些事情 可能人家真的不是 是不是呢 Simon 就自己多口講句 可能若干年後 Simon發達了 在當地買幾層樓 然後間中去度假 這些移民個案 我們看看 都是一件好事 你說 學多一點 了解一下 原來當地可以玩到這樣的 又或者 你叫做 看看發生 都可以 有時候一些說話 講到過了火 就不好了 這些位置 真的需要收一收 好啦 今天的消息 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收看到最後 還有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 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